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靠右边走,我是Christina 其实这礼拜是清明节 但是这礼拜同时也发生了台湾25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规模的地震 所以在这边也希望大家平安没事 我觉得观众很多人知道 我爸爸是屏东潮州人 但是也不知道 其实我小时候有在这边待过一阵子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童年在潮州是什么样子 然后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潮州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小吃呢 为什么我不介绍这个 是因为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其实我小时候是吃素的 所以我们不会去吃这种东西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这家店 叫做阿嬷古早味冰果店 以前旁边有个新山戏院 我爸说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电影 或是看完电影 都会来阿嬷的古早味冰果店 吃吃喝喝 那我爸最喜欢点的是西瓜汁 但是这一家蛮有名的是他们的木瓜牛奶 但是这边要先跟大家介绍是 可能是南部的特色小吃 就叫做番茄切盘 其实这个店是民国39年开的 这个地方已经传承四代了 虽然小时候常常来这边 但是因为这一家是四代连船 所以真的很有食物最原始的味道 这是南部特色小吃 其实我不知道是南部特色小吃 我只是小时候来这边我爸都会点 因为我最近在IG上面发了一个限时动态 就是番茄切盘你们吃吗? 然后大家都No 所以我不懂为什么是No 白色的部分就是糖 这边是酱 有生姜在里面 然后就把它这样搅拌在一起 然后就一盘这种大颗的番茄 这个味道真的是蛮特别 然后现在想一想 真的是在台北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拿一个番茄 这样 真的是小时候的味道 所以这边可能大家在想 那我小时候为什么会在这边 我很小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弟弟年纪非常的小 然后我爸妈觉得这样一次照顾两个有点太累了 所以刚好阿嬷阿公也非常喜欢我 我也忘记明确的时间 但是有一年我来潮州这边 然后我爸就说 欸黄玉玲我等一下再回来哦 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哦 然后我爸就不见了 超坏的 现在长大之后就OK好可以理解 但是我那时候才一个小儿童 但是也没关系 我最后还是玩得愉快 其实说实话我小时候都跟我爸一起喝西瓜汁 但是这个太多人说好喝了 连我的堂妹也说在这边一定要喝木瓜牛奶 然后这一家是早上九点 开到晚上十点都有 所以这些真的是辛苦工作 其实早期很多商圈都是从庙这边开始 那像在这边这个地方叫做三山国王庙 也是我爸爸小时候很喜欢带我来的地方 他最喜欢来带我喝一家清草茶 是一个五十年老店 叫做林耀辉草茶 而且重点是超级便宜 然后你喝一包就可以帮你解盐解热 回来这边就是一定要来拜访一下 谢谢老板 谢谢 谢谢 其实大家一般来潮州这边都会来吃这个 或是对面那个等热冰 但是当地人就会跑去小巷子买 来喝茶喔 好 诶 耶 哈 耶 比较好喝 干嘛 我喝一口 干嘛啊你跟我有什么问题 你说比较好喝我喝喝看 你看 就是以前的喝 多啊不然的欸 多狗欸 啊你跟我说比较好喝 我就以为比以前好喝欸 比其他好喝啊 现在知道为什么这清草茶不一样 他这里有写 水 砂糖 枸杞 跟 紫苏 独一无二的口味 真的只有来到这边可以喝到这种口味 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诶 这什么味道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童年的回忆 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回来潮州屏东都在发现新的东西 像今天来的这家咖啡厅做阿进推荐的 这家叫三瓶咖啡 这边非常的日式style 真的很多小细节 让你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在日本住了一阵子 老板刚刚进来的时候说 诶你是欧阳山的女儿吗 所以看来我爸妈在屏东草州这边真的是杰出人物 他还送了门书 而且都是他自己画的书 老板自己画的 超精致的诶 刚才老板娘过来发现她是日本人 所以老板其实也会讲日文 这边的所有的点心蛋糕都是老板娘做的 而且老板娘跟老板的故事也非常有趣 你知道他们沟通的方式是什么吗 居然是西班牙文 因为他们在西班牙认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趣 外面还有个花园啊 真心的推荐 如果人家来屏东草州不知道要去哪 一定要来看看这一家三瓶咖啡 我觉得蛮值得的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蛮 popular 今天这一集虽然介绍我同年的回忆 但潮州也充满了南国风味 有空一定要来这边走走 也谢谢大家观看了今天这一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就下礼拜再见 这是我幼稚园捏的兔子 然后再打开 然后想说 你摸什么 就 然后把它打开 嗯 然后是这样 然后再打开 里面都空的 完全